大家好,歡迎收看旅遊播報 今年聖誕假期適逢一連放四日Long Weekend 大家有沒有想過去哪裡呢? 今集會為大家介紹兩個聖誕主題的打卡熱點 Let's go! 今個聖誕大家可以一起去灣仔利東街開一個disco party 由即日起至下年1月2日 利東街搖身一變成一個disco舞台 中庭廣場掛著全亞洲最大7米的disco球 配合專業的舞台燈光特效 加上街上閃亮亮的裝飾 馬上好像帶你回到70年代的disco球 絕對是今年打卡聖誕首選 大家也不要錯過每日下午6點至晚上9點 每隔半小時上演的disco fever 會即場播放disco舞曲聖誕流行曲 配合舞台燈光特效 讓大家可以一展舞技 成為舞池之中最閃亮的主角 第二個為大家介紹的是 2022香港繽紛冬日巡禮 這個活動在西九文化區舉行 當中有巨型聖誕樹 節日燈飾 聖誕佈置 打卡的話 當然不能少來這裡 如果你想和巨型聖誕樹打卡 一定要來聖誕小鎮 西九文化區在這段時間化身為 繽紛聖誕小鎮 高聳入魂巨型聖誕樹 掛滿很多不同的裝飾 樹立在小鎮中央 除了這棵巨型聖誕樹做主角之外 旁邊還有很多不同造型的聖誕樹 巨型禮物盒 和當然不少的是聖誕小鹿 這個小鎮極具特色 營造出濃厚的節日浪漫氣氛 令到你和你的親朋自有 在這裡盡情打卡感受聖誕 至於在西九文化區海濱草皮的另一邊 有充滿特色驚奇的奇催聖誕村 等著你 村裡有很多不同聖誕主題的小屋 讓你盡情穿梭 還有不同的聖誕場景 讓你可以親身經歷一段奇幻的聖誕之旅 除此之外 聖誕村還預備了很多精彩節目 歡迎大家 包括聖誕露人見面 音樂表演 仇工藝工作坊 以及慈善移埋 讓你可以感受這刻的寶貴時刻 今集節目又到這裡 希望大家喜歡 喜歡的記得Like、Subscribe 和Share我們的影片和Channel 拜拜 和Sh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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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Share